十常市是东汉末年的宦官集团 他们藤笔维艰 祸国殃民 在上把持朝政 卖官欲绝 在下横征暴敛 鱼肉百姓 由于身受汉林帝宠信 满朝文武对他们的行为感怒而不感言 如此遭国人切齿痛恨的宦官 怎么会与顶天立敌的英雄孙间有染呢 一 十常市究竟是谁 三国演义里的十常市 是指 张让赵中风须 段归 梦敖杰 猴懒 简朔城矿 下运郭胜 而在后汉书里 却是指 张让赵中下运郭胜 孙张 碧兰立松 段归高望 张公 韩窥 6.12人 两个版本中有五个人相同 后汉书里其他的七个人 被三国演义作者删掉换成了五个 从而形成了十的整数 罗冠仲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想他有着深层考虑 首先增加曹杰符合作者尊刘一曹的思想 曹杰是东汉末年的宦官之一 曾劫持斗太后和汉陵帝 角洲杀死大将军斗武 太傅陈凡 又与侯兰等宦官制造了第二次党固之祸 被诛杀 流放和囚禁的世人达数百人 侯兰与曹杰分别死于西平元年 光和四年 而三国故事始于中平元年 这显然是作者剪裁的结果 另外 曹杰与曹操有着渊源 曹操的曾祖父 女儿都叫曹杰 这有些令人费解 简说也与曹操有些瓜葛 曹曼传说曹操任洛阳北部位的时候 简朔的叔父带刀夜行犯了禁令 被曹操杀了 简朔还曾经是曹操的领导 三国志张扬传 林帝末 天下乱 第一所从小黄门简朔为西元上军校尉 军进都 欲以欲四方 指天下豪杰以为偏皮 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 蜀之 张让 昭忠是时常是最重要的成员 后汉书换着列传 把他俩并未遗传就是明正 赵忠少小的时候就任即始终 后为小黄门 中常侍 应有功风都相吼 赵忠与张让同为大长丘 赵忠还兼任车企将军 申得林帝宠信 林帝常说 张常侍是我公 赵常侍是我母 常侍 中常侍都是随时皇帝的太监 虽然官职不大 但因其地位特殊 所以常能左右朝政 无论是十人还是十二人 他们都是时常是支乱的代表 代表着一个集团 一种现象 二 孙坚的晋升与赵忠的提携 孙坚首次露面 在三国制通俗演绎第三回 当时黄金军首领张角 张宝 张良已死 真角黄金已经尾声的时候 孙坚才率军参战 等到战争胜利 以共论赏之时 主帅朱骏 拜车起将军 河南颖 朱骏上表刘备 孙坚之功希望朝廷封赏 这时书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简有人情 除别郡司马 辞悬得而去 为悬得听后日久 不得除寿 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孙坚有人情 才被封为别郡司马 查三国制孙坚传 的确担任过郡司马 别不司马之职 那么 孙坚有人情 到底有什么人情呢 三国制通俗演绎第四回 何尽谋杀时常是有这样几句话 黄金鱼不屈心在长沙作乱 战暴传进宫中 时常是故意隐藏不报 坚毅大夫刘桃 司徒承担舍命向灵帝劝谏 结果被时常示尽缠言杀害 之后赵忠差人以孙坚为长沙太守 讨屈心 不无时日 暴劫 江夏贫富 奏封孙坚为乌城侯 原来孙坚与赵忠 竟然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 难怪刘备等参与大小三十余战 都没有得到封赏 孙坚只一战就封为迭布司马 随后又晋升太守 吴城侯 后来何进赵董卓进进朱杀宦官 赵忠等被杀董卓篡权 群雄并起 孙坚新兵 表面上朱桃董卓 实际上大有为赵忠报仇之嫌 另外 孙坚能够在战乱之中得到玉玺 恐怕也非偶然 勇之刚义有中壮之烈的大英雄 竟然与臭名昭著的时常是油染 实在令人汗颜 然而这就是历史